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说 怎么会突然银行爆雷呢 新风险雨的看到的包括了SVB 矽股银行爆雷倒闭 那么瑞士信贷也是股价大崩坏 这个时间点到底可以来期待危机解除了 还是灿烂的烟火就此结束了呢 另一方面来看 联准会不会因此 真的开始不升息 甚至开始转向降息 放过股票市场吗 那另一波来看 金融股这一波当然也是重灾区之一 那么金融股这一次配息配股 又配得这么差 这个时间点你要放弃金融股吗 还是反而用力加码存股呢 另一方面来看 现在韩国我们的劲敌 现在大建半导梯厂 对台积电的威胁又会有多大呢 除缺行旗要怎么参与 我们今天都一次好好来讨论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来宾 这边是冒险区 万宝珠坑总编辑 庄总编欢迎 清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资深分析师 威良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 威元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我们这边拼真心区有 我们科技CEO 薛宗志 欢迎宗志哥 清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财经媒体人 汇出欢迎 清姨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 这个礼拜台股受到哪些重伤害 当然一个是系国银行 突然倒闭 引发了一连串的恐慌效应 瑞士新代Chris Swiss 这边股价也是崩跌 那么比较好一点是 二月份的美国CPI年增 6%符合市场预期 二月份的零售是减少0.4% 代表整个需求是有点下缓的 那么来看到这是二月份 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4.6% 比预期来的低 通膨似乎缓和了一些 那么原油期货也是跌破 每桶70块美金 这算是比较正向的因素 那么在我们蔡总统 三月底要出访 中南美洲会过境美国 最后有什么效应呢 好 我们想先来问现场来宾 遭受到这样利空的袭击 当然这个感觉 物价稍微平缓了一点点 目前这个时间点 party 我们想股市的party 三月份party 是散了吗 你觉得散了 帮我这个举yes 你觉得中场休息会再出发去 No 请举牌 散场再出发 中立 好 这边是再出发 答案又都很不一样 郑贤 结束了 我已经拿过统计学原理跟大家说 每一年的第一季 是上涨几率最高的 第二季的时候通常就会下滑 第一季就要在做 就是我们讲的趋势股 也可以看得到 当然今天AI股还在创新高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宴会 这个灰姑娘的铃声已经一直在响了 更何况 本来灰姑娘12点才要上场的 可是却发生了 这个不管是瑞士信贷 矽谷银行也好 这个马车已经是深深吹了 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认为第一季的行情 大家不要做到底了 大家应该要在这个结束之前 尽数代理马车逃离 因为开到12点的时候 有的时候马不小心往前跑了 你坐不上这个车以后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提早在这边下车 OK 不要等到12点 11点半终身就响起了 但威良说还好啦 先从远的来讲 就是说美国矽谷银行 瑞士信贷 我想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联准会财政部 还有瑞士的央行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快的出手 让市场能够信心稳定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比较偏向于就是说 单一金融事件 单一个案 它不会延烧成整个 系统性的金融风暴 回到台股来讲 如果说真的有重大危机 或者说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时候 基本上应该会看到 很多股票跌停板 尤其是之前涨多的那些 不论你要说它是投机 或者说它是炒作 或者它是高档的股票 可是目前来看 其实每天跌停的加速非常少 另外来看 其实纳斯达克指数相对来强劲 它还是守在月季线之上 另外台股本身 就是OTC贵买指数 也比集中市场强 集中市场 其实在礼拜四的时候 它已经去回补 1月30号的缺口 做了部分回补 可是如果我们同样 去跟1月30号 这一波行情的攻击发起 现在比贵买指数还离一大段 所以代表就是说 科技股相对还是有人气 然后中小型个股 其实涨势也没有结束 不过台股今年当然涨多 它一定会有些震荡 所以其实手中的持股 跟现金比重 本来就要随时灵活调整 个别事件 不会影响大局 还有机会再上 我以为你还有 我举的是中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 现在就是必须步步为营 但是让子弹飞一下 因为现在毕竟是首次 我想台股面临到 应该说全球第一次 面临到这样子的利空 原则上下跌是很正常 目前我们看到说 大盘 我们台股的大盘 已经刚好跌到大概季线跟年线的位置 所以理论上 应该会有一次技术性的反弹 但是反弹过后 我们就要观察一下 整个所谓的一个矽谷银行事件 能不能够提出更进一步的解放 因为我现在担心有什么 接下来美国联组会不管怎么做 后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缩表 现在还在ING当中 所以其实大家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原则上我认为说 会有技术性反弹 但是反弹过后 可能到了月线附近 如果这件事情还是误解的话 可能还是会做下杀的动作 所以短线上面就是变成说 先谈 后面观察一下状况 如果没有办法解释的话 就会再往下跌 看子弹飞得怎么样 我其实来这个节目那么多次 我发现每次第一个问题 其实现场来宾的答案都蛮一致的 可是这一次非常分歧 这次其实就是反映了市场现在的状况 其实这个事件 这个矽谷银行的事件 我觉得是没有太多流动性的风险 但是问题 现在市场的信心非常脆弱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市场的分歧 我觉得现在的行情 是可以分两部分来讲 因为刚刚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 现在的行情进行到11点 所以要适当的获益了解 所以正是因为股市涨多了 但是如果针对这件事情 我认为反而就是一个 大家逢低布局的一个时机 如果说将来有再出现 不理性的下跌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是投资人 进去买股票的时候 回档都是可以一个布局的好时机 所以是蛮正面解读 好 惠祝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这一次当然整个矽谷银行 烧出了大家对于金融市场 这个收钱的一个信心危机 那后续的冲击 我们先整理一下会有哪些 就是说其实 幸福银行在48小时里面 就宣布破产 其实我现在是说用10件事情 来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比较知道 它是怎么样一个脉络 所以将来是说将来 甚至你根据这个脉络 你可以自己去判断说 下个礼拜 FED它到底是会不会升息 会不升还是会降息 我觉得是从这边来看 就是一开始 它为什么会倒闭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是 就是金融危机以来 最大的一个倒闭事件 那主要是因为为什么 就是说其实在 我们推移到三年前 这个发生COVID-19的时候 那时候2020年 欧洲突然这个封城 然后美国在3月3号的时候 FED一下降了利率 然后而且不到两个礼拜时间 它又一下把利率降到零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实际上是零利率 那在这个同期 同时间这家银行 它的存款从700多余 一直成长到1900亿 那这些对他们来讲 都是几乎是 因为这个 你收的存款就是银行的负债 那几乎是不用 不用零成本的一个负债 那零成本负债不是很好吗 但是因为可是 而且可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FED开始暴力升息 所以那些存款 你看它有1900亿的存款 它要去买什么 所以他们就去买了一个 这个 就是盗期债券 盗期债券那时候买的是国债 其实是安全的 所以那时候是1% 然后所以它做了一个风险 就是它的短债 它就长投 短债就是它那些活期存款 因为那活期存款 随时是可以 随时可以走的 但是你 你要长投到5年 所以为什么当时 最后是美国第一个时间会出来 然后大家都会认为说 其实不会有太多流动性风险 因为它所持有的资产其实是好的 只是因为它这个时间要很强 一时无法立刻变现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而且美国的存款准备金是零 所以所以就让它曝露一个很大的风险 今天我跟了两个很大银行的财务长说说 他说其实这个银行的高借主管 是要被抓去枪毙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投资40几%的 全部都投资在债券 而且它是短债长投 所以你后来这个 因为为什么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 他没有想到这么多人 科技寒冬跑来提前 对 其实这个有一个完美的风暴 因为主要联准会 是这个 美国人士的快速加息 一个快速升息 一个寒冬 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觉得 银行是永远不会破产 而且会有储蓄保险 然后那个时候美国是25万美金 就是都会被保护 但是偏偏这一家银行 它90%的客户 25万美金以上 都是25万美金 包括鸿海可能会有经验印象 所以可能会有 将来就是会有一些骨牌效应 然后科技业它又有流动 就是说它又有出现流动性风险 就是说因为现在他们就是不愿意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些采源 我们看到Fed Twitter Google他们都采源 然后他们也不会资本资助也下降 所以就变成他们要套现 就是把那些银行的钱领出来 然后它就会让这家银行 出现这个流动性风险 那他们那个时候 卖了好像处分了200多亿的债券 然后赔了18亿美金 所以就衍生了一些骨牌效应 所以说因为这一段 我刚刚解释了过来 其实它的本质的话是OK的 所以才会让美国政府快速地出手 所以我才会认为说 其实这个事件 你有那么严重 心里面的影响比较大 不像我们2008年所持的那些债券 结构实在乱七八糟 看不懂 这是国债还是一个安全号的资产 平时比较高的 你刚刚也觉得说 现在回档可能是介入一个好时机 怎么样看危机过去的讯号 以及哪些是利多的讯号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说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利空跟利多 你想想看 就是说其实现在美国银行存 潜在的损失是差不多6200亿 其实每一家银行都有它的问题 只是因为它的客户过度集中 那可能像花旗银行 BWA它的负债可能来自于 我们广大的存款户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 可是因为其实像瑞士信贷银行 这个问题它已经两年前就有问题 可是因为这一次的矽谷银行 它都爆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少说 什么今天买明天又爆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比较害怕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来自于市场没信心 现在利多是说 因为本来联组会主席鲍尔 他在听证会的时候 本来音浪响起 对 大家都觉得要升两码 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之后 马上这个点证图就往下降 所以现在终点率率 大家就认为大概会到4.5 到4.75 联组会被勤勒了 对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 像现在首先最早开枪的是说 高盛说不会降息了 不会升了 可是野村还是会降 然后现在是说 其实美股后来你发现它也直稳了 比特币其实是先行指票 有一天比特币大涨了8% 所以它是也有先行指票 刚刚CEO他也提到说 其实企业库存的去话 是有一些新的订单出来了 然后成本也都下降 所以事实上美元的独强也告一段落 所以事实上这些也是有一些利多利空在交杂的 OK 好 那如果回档可以重新来挑一些好的股票 这时候可以趁机捞底吗 怎么挑一些股票呢 就是说其实我现在说 现在的投资展望就是说 其实你看库存的去话 也是成良性的一个发展 不过就是说因为每一家公司去库存 去话跟获利调整输入不一样 所以会呈现这种分化的 走势会分化 以前你会说像2020跟2021年 闭眼睛买一个族群都会大起涨起跌 可是现在不会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资金动能跟利率的变化 都会影响到你的投资风格 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一个 机会跟风险并存的一个年代 所以选股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可能选到不会长的股票 选股就是王道 我们要买什么呢 所以你说你要危机入市买什么 就是现在说FED它 因为如果一旦假如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FED会怎么做 等到它一旦如果它降息的话 你升息的循环结束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就去买投资等级的贷券 比如说像苹果台积 他们可能的利率都在4.1到4.4 它价格在101的话 将来如果开始贷券价格往上 可能如果涨到120 你事实上又可以赚到20%的 本贷券价格 然后你的利率也还不错 我觉得短期间可能避开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可能 大家都会比较紧张一点 然后就是说你避开一些新创公司 尤其你要选择一些流路率比较好 很丰沛的公司 对 比较好 然后就是说 大家说你要危机入市你要买什么 就是我之前觉得我想要买股票 我觉得它太高价 我不敢下手的 我觉得可以买 比如说像AI电动车ESG 像我自己比如说我认为当时矽谷银行 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所以其实我在礼拜一 就是礼拜一那时候股市在大跌的时候 我自己是买进四星科 那时候我是买在971 可是今天是涨停 所以我意思说 就是你可以看它那个 你想要买的股票 在危机来的时候你就去买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不敢买其他 你现在可以做一些ETF 比如说像追踪NASDA指数的QQQ 或是全球股票的VT 或是标普500的VO 还有这些非半指数的公债的 这些我觉得这时候ETF 都是可以考虑的 OK 还有很多的好标题 可以趁这个时候危机入市 有心理本来看好的 买不下手的 谢谢慧珠 另外来看 那这一波当然大家比较更关心的是 这个瑞士信贷 这股价大崩跌 最惨的时候那一天跌了92% 当然很快又恢复了涨势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跟这个瑞士信贷有相关 有买日信贷相关的金融股 是不是要把它避开 这个时候是要赶快逃 还是反向操作加码呢 我也让你怎么看 其实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都喜欢存股 存金融股 对 存股其实你要把利空消息 视为是你的好朋友 这次瑞士信贷事件 当然我觉得本身瑞幸 是不容易走向雷曼第二的剧本 但是如果说它的债性平等被调降 或者说它的一个 发行了债券的价格叠价的话 国内相关的金融业者 其实就还是要认业评价损失 我们稍微统计一下 目前各大金控 不论是受险或银行金控 其实目前持有瑞幸债券的部位来说的话 其实说多说少不少 最主要是看占净值的比率 如果以超过三个百分点以上来讲的话 就包含有星光金 玉山金 中信金 我觉得这几家金控 在最近如果瑞幸事件 余波荡漾的话 它们可能会是首当其冲 尤其是正央的中心就是星光金 有时候我说这个很奇怪 星光金好像每次如果说股票有大跌 还是说即便债券市场有一些波动的时候 好像常常都有它的份 所以这个可能要请风水师去看一下 他们的总部 是不是风水上面有一些问题 我不是开玩笑 其实回归到投资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瑞幸风暴 对国内金控的冲击 我们不妨就以受波级最大的星光金 作为观察指标 如果星光金在这一波连续下沙之后 股价能够先止跌 后续来讲大家应该就能够安全上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觉得金融股 我们常在申请末端说它波动会最大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小心才累呢 虽然你说是存股的好朋友 但有人可能想金融股赚价差 我想其实利率的循环 一定会影响到整个金融股的业绩 或股价走势 不过可能有时候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因为 联准会极度鹰派的升息 所以让很多银行业者 获利的拨满盆满的 可是如果从这个曲线来看 这个是从历史的走势来回顾 红色的就代表是 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那蓝色的线就是台股的 金融类股股价指数走势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升息来到尾声 即将停止升息 甚或后面进一步降息的时候 其实金融股的波动就开始出现了 再讲简单一点 就是说升息快要结束的时候 当市场已经有预期心理的时候 其实整个金融股的资金 就在大翻风了 所以它会开始波动 那怎么样的波动呢 因为我们知道升息有利于 银行业的利差扩大 可是因为升息让债券跌 所以去年受险公司就吃了很多亏 假如升息结束 甚或进入到降息的话 这个就是风水要轮流转 变成银行业者的利差会减少 所以过去大赚的银行业 可能接下来慢慢到今年 下半年或明年 它营业的压力会变重 反而是受险公司开始 享受债券价格大幅回升的评价利益 OK 所以反而把它看成是机会 不过金融存股族最在乎当然是鼓励 在鼓励这公布这四个是好生失望 我们看本来大家觉得台庆盈不错 这个获利蛮好 但只配了0.1块 那么加上0.24的股票鼓励 包括之前预三金国票金 大家也觉得跟想象中赛差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看 出全息行情 金融股不用期待了吗 我想其实从台庆盈 现金鼓励发放率偏低 整个股息缩水 也隐约透露一件事情 就我刚刚提到 因为台庆盈就是纯银行业者 所以面对今年可能升息要结束的时候 提早有点勒紧腰带 做好准备 当然在三月底之前 陆续有好几家金控 也都准备要来公布年报跟鼓励 当然这个是市场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先帮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其实鼓励你就要把 还有多糟的事情 对 你就把它想得很差 到时候你就不会失望 但重点就是 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很多人把金融股视为价值股 所以股力缩水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没有投资价值 所以就会卖掉 所以我们看到每次股力 公布缩水完 不管是之前的预三金 国票金 甚至远东西台庆 股价都立刻大跌 所以价值型的投资者 把它杀出去的时候 没关系我教各位 你要当景气循环股的投资达人 其实金融股的股性特质 跟盈域表现 更贴近景气循环的特质 所以当他们杀下来的时候 你反而有便宜可减 我们从这张表来看 过去十年 我整理这十四大金控公司 它的平均值利率表现 大家会发现 其实金融股就是这样 它再怎么样碰到景气不好 你要它连续很穷 穷到发不出股力 大概也不容易 有时候就可能 偶尔一年发少一点 或没有发 但你要当爆发户 发给你很高的股力 让你现金值率超过8% 10% 大概几乎也看不到 大概就是维持在4%左右 其实我们讲投资的复利法则 就是欺恶法则 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只想领股息4% 你要多久你的资金可以翻一倍 18年 可是你看如果它的年化报酬率 大概平均在10%上下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事实 把握住价格的波动 光是10%年化报酬率 你资产翻一倍的时间 可以缩短到7年 所以我觉得操作金融股 真的不要太拘泥在 质利率 不要是定的股息 对啊 如果4%剩下3%剩下2%怎么办 其实反而股价打回到 长期的低位阶的时候 懂得做价差操作逢低布局 接下来你应该可以多赚 10% 20% 30% 反而更有利 好 转个念头 我们不赚股息 我们来赚价差 机会反而蛮大的 那今天很多配置股息 加这个股力 这个怎么看 好 所以现金跟股票混搭好吗 对啊 庆宜讲到一个重点 今年很多小股东西敲碗说 请不要让我们失望 各大金控老板们 如果你现金股力 发不出来手头紧 可不可以搭配股票股力 那我举一档 其实过去长年以来 非常喜欢 就是搭配股票股力 来发放的玉山金 这个存股的股东人数也非常多 那大家看一下 20年前2003年的时候 它的股本是250亿 20年后的现在 它的股本是1427亿 这股本膨胀了有5倍以上 如果它的股本膨胀这么多 那它的获利也能够翻好几倍 那可能还没关系 可是我们看 每股盈余这10年来 大概就是呈现一个持平表现 尤其这几年 很明显的已经开始下滑了 那我们知道 其实不论是金融业 或任何一个产业 股价最终要能够上涨 尤其大涨 它需要就是每股盈余要节节高升 如果你每股盈余没办法提升 甚至越来越低 其实对股价中长期来讲 它就是一种伤害 就是一种包袱 所以我觉得配股票鼓励 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快乐 因为马上你的 这个集保存折里面 整个1000股变成了 1200股 1300股变成两张了 但是其实它是会有后遗症的 金融业因为 它绝对不是拥有高科技产生 那种成长性 所以到未来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 其实反而要思考是不是要避开 常态性都在配股票鼓励的公司 OK 反而要避开 所以避开玉三金 避开很多股票鼓励 配很多的公司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思考斟酌 OK 另外来看 我们要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不一定要挑金融股吗 很多有价差跟股息 两边都可以赚的 像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有一些隐形冠军 对 每次我跟投资朋友聊 这个纯金融股是大家的最爱之一 可是每次大家好像聚焦选来选戏 都是那个名气很大的金控股 我说其实金融业广义来看 期货也是金融业 票券 产险 租赁都是金融业 而且这里面 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隐形冠军 虽然知名度不见得那么差 只是常常被大家在 纯股的候选清单上忽略了 因为你看10年来的平均现金殖利率 至少你看元大旗 群益旗 华票 新产 这个都是5%以上 如果跟刚刚的金控值率也比 这个都名列前茅了 刚刚金控的10年平均值率 能超过5%的大概只有赵丰金一家 再加上10年年化报酬率 我觉得这个就更吸引人 尤其像玉龙跟中株 10年下的年化报酬率都超过19% 换句话说 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 你投资这样的公司 你的总资金就能够成长一倍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想说 10年以前到现在的事情 问题是现在开始瞄准10年后 还有这个机会吗 其实我觉得整个金融业 大致上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定 它不会有太好或太坏的 这种长时间的变化 会慢慢回到常态 它不像科技业 常有一代权王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除非有真的很大 什么整个经营团队都跑掉 否则来讲话 它的可预测性跟可见度是比较高的 我们看其实玉龙 它过去10年 它的EPS的年复的常态率就是10% 所以代表其实它很容易 经过也许7年到8年 它EPS又能够再往上翻一倍 而且目前的股价来讲的话 我觉得回到一个比较合理区间 但它现在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它回到了一个合理的区间 所以值得你可以开始留意找买点 更况它未来还有新的事业 就是切入到所谓的充电桩 透过旗下的转投资 这个未来也会有利于它本益比的提升 你又来看新产 对 2850新产 其实是国内第三大的产险公司 仅次于国泰跟富邦 不过它是唯一单独挂牌的产险公司 其实产险的营运超稳定的 火险 车险 这个几乎大家每年 时间到了就是乖乖去缴费 所以你看到 它的年复合成长率更惊人了 竟然高达将近15% 所以其实代表公司在各种的景气循环 或所谓的金融风暴里面 它都经营了其考验 即便是去年所谓产险都被 防疫保单打到 它刚好它没什么卖防疫保单 所以受到影响非常低 当然它目前的一个本益比 其实也是在比较合理 接近便宜的位阶 所以我觉得 这两家公司 玉融跟新产 大家可以做做功课 追踪看看 OK 好 谢谢微人给大家做参考 那么现在看到很多高值率的股票 看起来很美 你真的要来参加除袭行情吗 马上再回来